浙江温岭市朱女士新买的奔驰车刚开出去三四公里加油时 意外发现车尾部保险杠有碰撞和修理补漆痕迹 但当她返回4S店交涉时 工作人员称不排除是朱女士发生碰撞后自行修复的 因协商不成 朱女士将涉事奔驰4S店台州欧龙汽车有限公司诉至法庭 认为商家存在销售欺诈 要求法院判令被告退一赔三 4月29日下午 温岭市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 记者从温岭市法院获悉 2018年11月26日 该院曾开庭审理此案 当时因缘被告双方对车辆存在的后右尾灯有刮擦 后右尾部漆面有开裂和补漆 尾部两侧叶子板拼凤不对称现象和赔偿意见分歧较大 法庭根据原告朱女士的申请 委托第三方进行司法鉴定 根据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 涉案奔驰车出后保险杠区域存在两条划痕和进行过手工有期修补外 其他不存在出厂后进行过维修的情况 后保险杠曾发生过碰撞 记者从29日的庭审直播获悉 由于原被告双方分歧较大 型号小轿车售价38,800元 按约定 欧龙奔驰4S店应在去年9月22日向朱女士交付现车 但直到去年10月19日 朱女士才接到可以提车的电话 朱女士当即到店支付了首付 新车服务费 金融服务费 车辆装潢加装费等费用后驾车离开 并到附近加油站加油 我开出去三四公里的地方 刚好有一家加油站 我就进站加油 朱女士在庭上陈述 她的新车当时受到了其他加油的车主观摩 其中一人提醒车位部保险杠有碰撞和修理补齐痕迹 朱女士立即致电奔驰欧龙4S店销售员 并将车开回店里交涉 但让朱女士没想到的是 仅仅过了半个小时 4S店的态度转变了 朱女士在庭上称 4S店工作人员说新车是经过朱女士本人验过的 对于油漆痕迹 不排除是朱女士在驶离4S店后发生碰撞 自行修复之后形成的 起诉奔驰4S店要求退役赔三 因双方就车辆和时刮擦及赔偿事项未能达成一致 2018年10月25日 朱女士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购车合同 返还购车款308,800元 判令台州欧龙公司赔偿三倍销售额的款项 即926,400元 其退役赔三 在法院委托第三方出具司法鉴定报告后 4月29日下午 温岭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朱女士与奔驰欧龙4S店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庭审中 原被告双方对于第三方机构出具的 涉案奔驰车出后保险杠区域存在两条划痕和进行过手工有期修补外 其他不存在出厂后进行过维修的情况 后保险杠曾发生过碰撞 的鉴定意见均无异议 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车辆的碰撞维修 到底是在销售前 还是销售后 被告奔驰欧龙4S店认为 该鉴定意见仅能证明车辆后保险杠受到过碰撞和维修 但并不能证明碰撞和维修发生的时间 根据鉴定意见 车辆尾部的伤痕系显而易见的 并未存在可以掩盖 从厂里分析 消费者在接车验收时是可以明确发现的 但在整个交车过程中 消费者并未发现 也未提出异议 所以相关碰撞和维修痕迹不可能为销售前便存在 不排除消费者自己撞击及维修的可能 此外由于当时车辆已经由消费者本人验收开走 如要证明车辆在交付前便存在问题 消费者应当自行承担举证责任证明 被告代理人同时表示 早在开庭前 被告同意过接受原告消费者换车 或退车并退还相关支付费用的请求 但原告坚持要求退一赔三的诉求 反而执意进行不必要的法律诉讼 对于这种诉请 被告不予接受 对此 原告朱女士的代理人表示 车主朱女士作为一个没有专业车辆维修知识的普通消费者 被告代理人所描述的原告在车辆驶离4S店不到半个小时之内发生事故后 随后自行维修 补漆 风干 再返回4S店进行维权的假设 纯属无稽之谈 根本不符合公众的常理和认知 如最终法庭调查存在上述情况 原告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原告代理人称 该案中 仅仅半个小时之内就发现销售车辆的维修问题 4S店明显在销售过程中对车辆的真实状况存在隐瞒 以此冲号 对消费者存在销售欺诈 对此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 特意赔30消费者应有的权利 并非不必要的法律诉讼 29日的庭审中 法官就奔驰欧龙4S店在车辆销售时收取的金融服务费 新车服务费及车辆加装设备费用的收取依据和标准 要求被告4S店当庭解释 被告表示 相关规定在公司内 需时间调取 将在庭后另行提交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